测试服今天又对杨刀和阿黎进行了第二次调整,同时悟空也进行了增强,设计师说的重做悟空的被动怕是没戏了,不过多加强几次也是美滋滋的。 1.英雄调整阿黎腰一胡火,W冷却时间从87654增加到19.598.58,正式服为98765,初始延迟从0.6降低至0.5变化效果现在延迟中有胡火就可以攻击,而不需要全部延迟完毕后才会释放。 伤害从465、9115、140、30%AP变为465、9115、140%AP灵魂突袭,2.冷却时间从110、95、80变为110、190,伤害从71、110、150加25%AP变为70、85、100、30%AP突袭次数从3增加到345。 新效果当人魂突袭伤害一个敌方英雄时,他每命中一个英雄都会减少一秒阿黎其他法术的冷却时间。 卡尔利润纵冠W,AD加成从120%,提升至130%列蛇影,RD加成从165%提升至175%, 伤害从175、275、375降低至152、5350卡特克,无形威胁被动,AD加成比例从30%恢复至20%品位恐惧,QAD加成比例从120%,上升到150%西空突刺,W不再对野怪造成额外20%伤害。 蓝博恒温灼烧二初始延迟从0.5F降至0.25F总伤害超过5秒从659、20、52、00加150%AP增加到71050、1400加200%AP减速从35%慢慢增加到45%。 恶魔小丑欺诈魔术,Q在施放Q后,不再会受到普通攻击冷却时间。 减少冷却时间,从16、15、15、14、54变为16、14、15、13、11、50前行持续时间,从1.5、2.25、3.75、4.5变为固定三秒双面独刃。 1.减速效果从2022.5、25、27.5、30,降低至1015、20、25、30%。 看龙刀峰之末被动伤害从75到175等级1到11改为75到245等级1到18斩草除根WAB加成70%回调至60%暗影突袭。 2.1加成从80%提升至100%悟空粉碎打击QAB加成从所有等级的10%上升到12、30、40、51%棍子下去,要脑震荡了截踢处攻击速度从0.651上升到0.658颜奥益。 独刀Q对首个目标的AD加成从100%提升至110%对次元目标的AD加成从60%提升至66颜奥益。 鬼斩1.AD加成从80%提升至92%。 装备载动扬刀新配方增幅加反驱加十克搞加690G价格,3000G加25攻击加25法强加25攻速被动,普攻造成格外25点魔法伤害唯一被动。 普通叠加层数,每层提供2.5%的攻速。 攻击力,把强加成,持续2.5秒。 当叠加到6层时获得鬼锁之怒,近战英雄在叠加到3层之后,下一次普通攻击将会直接获得鬼锁之怒。 鬼锁之怒,每隔一次攻击额外触发一次攻击特效火炮,额外伤害从50到120提升至60到140变刀额。 外伤害从60到160降低至60到140大天使之杖,唯一主动法律护盾,消耗当前的法律值从20%降低至13%。 符文修改新符文,用游戏开始获得60点额外生命。 当参与4次击杀后,该加成转换为9AD或者15AP加成自适应钢铁皮肤被移除镜之壳,同样被移除法律记带效果变动。 用技能命中一个英雄时,有9获得10点法律值,最大值400。 当获得400点法律值时,每次秒恢复你1%以损失法律值,冷却时间4秒,气定神闲心效果,参与击杀恢复20%最大法律值,同时获得额外15到100点额外经验值打野B点啊,提步,移动速度加成效果,从25%到45变更为44%。 杂相更新,基里奥炫彩皮肤玩具鳄鱼炫彩皮肤新头像设计师预告更新,寒冰射手和立方卓等背景将会更新,立方卓将会在这个版本或者下个版本进行增强。